你看我们平常要得佛菩萨加持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佛菩萨安住在真主本性 我们安住在妄想 这两个磁场不一样 不是说他不加持我们 诸佛菩萨对众生都有花艳要加持众生 问题是 我们的心没办法顺从诸佛菩萨的心 他加持我们加持不进来 加持不进来 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持奏之人 念念之间能够升级理官 他就能够得到金刚藏王菩萨 精心因素花彼生死 依止一念清静心 冥冥当中来开选我们的 这种神通的善根 是这个意思 我们学习大圣佛法 我们发觉 我想我们 一个大圣的修行者跟小圣人是不太一样 小圣人的心胸是狭隘 他就观自己的身心世界 其他他对诸佛菩萨有什么功德 他一概没有兴趣 也不想去了解 大圣佛法的心是 沿死法界的 沿死法界 特别是佛法界的功德 大圣佛法要有一定的信仰 所以你看我们在八十八国说 深信诸佛皆充满 你一个大圣修行者 你要相信 诸佛菩萨永远没有灭度 佛菩萨因地的时候 都化验众生无边试验度 怎么成就以后灭度了呢 所以我们在法界当中 佛菩萨有很多磁场在加持我们 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他们的愿意是骗整个法界当中 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 你只要把你的心 调整在如来藏妙的真伦性 诸佛菩萨的加持自然就进来 就好像说月亮 它本身很想要照料我们 但是你这个水要把它弄得平静 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所谓的 金刚帐王菩萨对我们的加持